这是一座恐龙和人类和平共处的城市 人们出行乘坐的巴士竟然是高大的晚龙 百公里油耗只要半顿青草 这里的人类必须和恐龙结婚 每个人都一个恐龙伴侣 就算是国王也有一只巨无霸假龙老婆 有的恐龙甚至比人类都要聪明 他们一边奔跑一边看书 能说英语龙语等16国语言 今天给大家介绍经典奇幻剧集恐龙帝国 父子三人驾驶飞机穿越海峡 卡尔第一次开飞机 新大的父亲便睡着了过去 果不然飞机被卡尔开到了暴风雨中 一个不留神还被闪电劈中 到老爹醒来时已经无法掌控小飞机 最终小飞机没在空中散架 却不断在往海下下沉 兄弟俩迅速打开安全带逃生 可是老爹却被安全带卡住 老爹知道凶多吉少 一把将儿子推开叫他们赶紧走 兄弟俩朝着远处的小岛游去 还好大乱不死 不过拿到的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 岛上到处是恐龙化石 化石里走出一个叫黑心书的探险家 他告诉两人 这里是恐龙帝国 这里的一切将颠覆他们的世界观 石壁上有恐龙语刻画了石碑 小镇上的人穿着千奇百怪 路标还是英语 可恐龙语两种语言标记 热闹的街上突然慌乱起来 原来是一只甲龙在街上暴走 他挥舞着暴躁的小尾巴在街上搞破坏 兄弟俩被吓懵了 这不是灭绝几百万年的恐龙吗 人们不敢动他 只能躲着任凭他拆东西 这时 拿了一个叫玛丽的女孩 他不慌不忙走进恐龙 先是将手放在恐龙的额头上 安抚他的情绪 这一幕看着很是和谐 甲龙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并且箱口张开 玛丽一看 原来这只甲龙不刷牙长得猪牙 看到他忍不住才抱走 当猪牙拔掉的一刻 小恐龙立马安定了下来 围观的吃瓜群众 瞬间掌声响起 兄弟俩也觉得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告别时 黑心书说 两人可以去瀑布城找他 兄弟俩去买票 售票圆确说 明天早上才有巴士 究竟是什么巴士 只要早上才会有呢 兄弟俩第二天清晨 终于买到了票 与他们同行的 还有女主玛丽 刚看到巴士的那一幕 兄弟俩世界观再次崩塌 他们说的巴士 居然是巨大的碗笼 碗笼全身被铠甲包裹 只要坐在他们高带的背上 人类才能躲过危险 穿越原始森林 玛丽告诉两人 不要害怕 碗笼是吃素的 只要给他们食物 他们便会为人类工作 虽然这速度比不上自行车 毕竟这样才安全 关键是非常省油 玛丽要告诉两人 这里的人和恐龙和平相处 他们没有武器 也不会和恐龙干仗 大卫就提问了 那遇到霸王笼怎么办呢 玛丽说 遇到就知道了 傍晚 碗笼被地上的脚印吓住 从破坏的程度来看 只有可能是霸王笼 连玛丽都是第一次见到 霸王笼成群搞破坏 为了安全 他们只能先在附近的村庄过夜 地上还有熄灭的太阳石 太阳石是保护村庄的宝石 看来是因为太阳石熄灭 村子才被破坏 兄弟两人完全无法睡觉 第六感告诉他们 霸王笼现在来了 所有人只能跑 然后躲在墙角 掩耳盗铃 恐龙帝国的法律规定 不能伤害恐龙 玛丽逃跑时刷倒在地 两只霸王笼还在抢夺食物权 幸亏没来得及吃 突然一只翼龙飞过 玛丽喊着天龙战队来了 天龙战队 石群受过训练 骑着翼龙的战士 只要他们能驱赶霸王笼 霸王笼被驱赶走之后 天龙队长乌鲁 向公主请安 并且建议暂停前进 卡尔想靠近翼龙 被队长严厉劝退 别看着翼龙威顺 他们可是猛禽 第二天 在天龙战队的呼送下 巴士小队又开始前行 有翼龙在天上守护 大家觉得格外的安全 没多久 他们终于来到了 传说中的瀑布城 这里真的是坐落在瀑布之上 门口的地球仪 还是七大洲 连在一起的模样 这里可以看出 城堡是在三叠季时期所见 人类和恐龙在街上行走 卡尔和大卫已经成了名人 每次有新的人类进入恐龙帝国 都会带来新的文化和外界的消息 人们非常期待兄弟俩带来的消息 一个穿着像小丑的国王 接近了两人 从国王可理得知 上一次有人类进入还是五十年前 所以五十年里发生了什么 恐龙们和国王都不知道 首先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 签完兄弟俩才知道 是卖生气 他们要在瀑布学院学习龙语 并且要和恐龙结婚 听到这里 卡尔就郁闷了 他只是来这里赞助 怎么结合恐龙结婚呢 国王告诉他们 恐龙帝国从没有人出去过 尝试过的人都已经隔壁凉凉 娶老婆好好过日子 才是最重要的 大卫像这里的人讲了讲 五十年里发生的大事 什么二战结束 人类上月球等等 而卡尔只想着救父亲 为了快速了解恐龙帝国 玛丽大林两人拿到了图书馆 恐龙们看书 不喜欢用手翻 而且只能在奔跑中思考 所以图书馆有专门的跑步 看书椅 有的恐龙 他知道说人类的语言 看完这一切 大卫简直是世界观崩溃 自己还没一只恐龙的智商高 一只叫林宝的小恐龙 壮大的大卫 这只恐龙可不得了 他知道17种语言 而且是唯一只能讲英语的恐龙 林宝成了兄弟两人的保姆 林宝说 自己之前也有妻子 不过自从妻子去世后 他就没有找过别人 其实这种所谓的结婚 就是相互成为精神上的好友 相当于相互照顾和保护的朋友 比如说国王的伴侣 就是和假龙 与国王共同享受群力 国王将一颗至纯的太阳石赠予女儿 这颗宝石可以保护玛丽 永远不被十二恐龙靠近 第二天 兄弟两第一天上学 门口 林宝真的教授孩子们成独 海尔非常不满 七一也能当老师 自己可丢不起这人 得知今天的老师是玛丽 兄弟俩 这才答应去上课 卡尔上学时 就讨厌读书 在图书馆 便在破坏书本 林宝友善的劝说 应该爱护书本 卡尔反过来 将卷着当网子 将书桌改成了乒乓球台 跟林宝在图书馆 玩起乒乓球 一开始 林宝被卡尔欺负 等掌握了技巧 林宝的球技 直接碾压卡尔 大卫和玛丽 则去了太阳石灯塔 这颗太阳石 保护着整个瀑布城 让肉食恐龙不敢靠近 一旦熄灭 后果不堪设想 林宝下班后 在家看书 卡尔则趁机 去找了冒险家 黑心书 黑心书也在寻找 逃出恐龙帝国的办法 在他眼里 恐龙就是讨厌的西叶 这和卡尔的价值观 一毛一样 林宝带着大卫 去了中央广场 看表演 恐龙帝国没电视 叫最原始的舞台戏剧 林宝可是个戏迷 而舞台的演员 竟然是国王 玛丽也扣上下公主 带着美丽的太阳石出场 几天之后 大卫已经能用龙语 和恐龙交流 而学扎卡尔 却很不齿 这种行为 兄弟俩第一次发生冲突 一个不留神 干账干净到瀑布里 国王认为 兄弟俩已经隔屁 只要玛丽和林宝 想去救人 走之前 他们还抓了一只游地鸟 这家伙就像是现在的手机 兄弟俩被冲到了下游 这里曾经似乎是座神庙 四处是古老的雕像 玛丽在树林 打开了游地鸟 尖叫的小鸟 竟然说 离开了瀑布城 要蔓延废 没办法 玛丽只能加钱给这货 游地鸟 飞了好一会儿 寻找兄弟俩 还好最终找到了 他传递了玛丽 发给他们的消息 在得到位置之后 玛丽终于带着林宝 找到两人 他用太阳石的能量 让大卫苏醒 连游地鸟都吃了把狗粮 完了之后 他们在神庙 看到了恐龙和人类 融合的伴人 看在神庙里 藏着另一个秘密 每天不晓得 欢迎来到关注 西瓜看电影 本周平台语言 奇幻聚集恐龙帝国